那离婚之后怎么还不离家了呢 中间把我搬出去过 这不是有个孩子吗 看孩子 有时候吧就在一个地方住 就是这种情况 这次他的意思也是说是要那个复婚 我一考虑这个事吧 也可以 所以您想复婚了 不是说我特别想复婚 就是希望他能改一改 他改什么 就是你好好认真的工作 你不要说我们家人怎么地了 不要说我儿子怎么地了 过去的事里就不要尝试脑谈这事 我们就好好地把儿子养大 因为第一个孩子没有爹了 我就想小儿子吧 希望跟他留一个爹 说实在的就这么回事 我就把重庆的工作辞掉了 就跟他一起到山东来了 那是来了之后吧 我们俩反正就感觉跟之前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就是说希望这些 我们再捋一下 离了婚之后他去了山东 那谁又到了重庆 或者谁又到了山东 他不是说看孩子 他回重庆来看孩子吗 看了之后我们俩就商议 把孩子说接走 就这么回事 等于离了婚之后 你去了山东 我上了山东 然后从山东 你又回了重庆看孩子 对 到了重庆看孩子的时候 你们俩商量 对 说能不能把孩子带走 咱试着再过过 是这意思吗 是 那在山东您的工作 现在应该是稳定了吧 相对之下比较稳定了 他说的稳定是啥呢 那跟他兄弟一起 就是搞装修 有活的时候就去 不活的就在家 一个月也干不了多少天呢 那现在为啥还要复婚呢 现在我就是说 到台上来的意思 希望这些专家和一个建议 看我们这种 是不是能不能自己再改一改 或者是说没有复婚的必要 就这意思 行 我来问 你觉得你们这婚姻败在哪了 败在财力上 我相信你一定会这么说 没钱 对吧 从资料上面看 其实您还比他小 在农村您算结婚晚的 您不是再婚吧 我不是 您是初婚吧 是初婚 为什么没娶上媳妇 当时条件有点 就是穷 咱直接说 不太允许 对吧 是不是就是穷 是 所以你觉得 你的婚姻败在了钱上 对吧 您觉得您婚姻败在了那 我就感觉败在了 没有上级心上 对 其实都是一件事 都是一件事 所以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 在网络上 一个因为穷 而娶不到媳妇的男人 认识了一个 丧偶带孩子的女性 她们之间产生了火花 于是两个人 就走在了一起结了婚 婚后发生的最主要的矛盾 都来自于经济冲突 女方总觉得日子过得不好 男方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 再加上生活习惯 水土问题 女方家里面的各种参与 让这个婚姻是一地鸡毛 后来两个人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 男人离开了重庆 去了山东 回到了他认为可以 好好工作的地方 于是又有了要重新过日子的心 女方就带着孩子来到了山东 但是两个人的生活还是一地鸡毛 因为女生觉得男生压根就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他想问问老师们 我这个婚能不能复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卷吧 我这个婚能不能复杂